你好,我們今天要介紹DYE的新槍 DYE的DSR 我們現在先從它的槍盒開始做一個介紹 那今天我們也有DM14,我們就可以去做一些比較 DSR的槍盒,外面跟傳統的DM14的槍盒 它的差異性其實並不是很大,都是屬於拉鍊式的 但是我們打開來 就可以明顯的看得到它的差異性 DSR是屬於高密度海綿去做固定的設計 那傳統的DM系列它都是屬於鬆緊帶 或者是說魔鬼氈的部分去做固定的設計 這邊槍的固定的部分是用魔鬼氈 那當然在外觀的部分 美觀的部分 一定是高密度的海綿看起來會比較帥氣一點 那同一時間感覺上它的固定的一個效果 會比鬆緊帶或者是說魔鬼氈的部分還來得理想 好,這個是槍盒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先把槍拿出來 好,左邊是DM14,右邊是DSR 好,我們先從它的電眼蓋開始做一個介紹 新一代的DSR 它的電眼蓋的設計跟M2的設計是一樣的 在DYE的電眼蓋 所謂的i-pipe 它是長這個樣子 外觀跟它設計的功能上面的改變 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最重要的修改是說 以前的電眼蓋 因為它的塑膠的部分 它的肉厚是比較薄的 那新一代的DSR 它的肉厚是比較厚的 我們用肉眼去看 就可以看得出來它明顯的肉厚的差異性 那舊的就容易因為比較薄 所以你看這邊 它有容易有裂開的一個現象 產生出來 那新一代因為肉厚比較厚 所以在裂開的部分的設計上面 機率就會非常的低 那也會比較耐操一點 好 我們現在先把它裝回去 裝回去當然還是要注意 不要太用力 溫柔一點的裝回去 那瞄準好扣上去就可以了 不會太困難 那當然有洞的部分是朝上的 因為你要落蛋 好再來 是我們的這個底座進氣頭 ON OFF的設計 DM14或者是DM15以前 它的ON OFF的設計 所以在這個開關上面的這個設計上面 它是比較短的 也比較小的 那所以呢 在我們手指頭要上氣的這個動作呢 因為人體力學的部分的設計上面 你要上氣的話 力量要很強要很大 手指頭的力量要很強要很大 才可以做上氣的動作 那新一代的DSR 它的這個扣件的這個部分 它就比較長 比較大 所以呢 我們在上氣的時候呢 會方便很多 輕輕一推就可以上去了 那這也是 改良的一個部分 再來是電池的設計 傳統的DM15以前的設計 前握把都是減壓握把 那這邊 槍把的部分 就是放電子板啊 放電池啊等等的 那我們新一代的DSR 它的前握把 改為是放電池的 後面的槍把 是反而變成是減壓握把的設計 所以呢 壓力的調整以後未來 是在我們的 那個底座進氣頭這邊 有一個銅的 六角孔的 去做壓力的 調整 不管是高或者是低 你如果覺得射速太低的話 你就是逆時針去做轉動的動作 那壓力會變高 那自然射速就會變高 那你射速要低 那就是順時針轉進去 那射速就會變低 那在DM14的部分呢 是前握把這邊去做調整 這個部分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原因呢 是因為這樣子上氣會比較方便 那速度也會比較快 還有呢 它在電池上面的一個 安裝的方式也會方便許多 DSR它這邊有一個 一字的一個孔位 我們去做 180度的逆時針去轉動 用個五塊錢 或者是十塊錢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直接抽出來 輕輕的抽出來就好 非常的方便 那這邊就是 裝電池的電池扣 然後電池插進去的之後 再放回去就可以了 然後呢 中間這邊有三個小孔 插孔 插扣件 對準好 插回去 再180度的順時針 轉回去 聽到咳的以上就搞定了 那不像我們傳統的 都是槍把的這個 橡膠的側片 你要先往外推 往上拉 拉開來的之後 才可以裝 把電池裝上去 所以這兩個部分 上面也有做一些 比較人性化的一些改良跟改進 好 電子板的部分呢 以前傳統的 都是屬於LED燈號 去做開啟的動作 上下有按鈕 上下有按鈕 去做開啟的動作 等一下喔 好 開了喔 這邊有看到一個紅燈 那LED燈去做顯示 然後按鈕去做調整 所以你不管是要調整 什麼樣的設定的話呢 除了燈號之外 你還要記住你要按幾次 其實是比較不方便 DSR 就高檔 OLED 一個按鈕而已 按下去 還有開機身 還有LOGO DYE 屌屌的 那這個按鈕呢 它是屬於搖桿式的 調整的話 上下 左右 這樣子去做設定的調整 所以呢 所以這個部分 superval avec effet 這些地方 DM14或者是DM15 它的Bolt的設計是比較 歐環比較多 然後呢雖然是快拆的 但是呢他快拆 上面來去做 拉出來的時候呢你的力量還是要比較大 那像這一把已經被我們玩的 蠻多次了 拆裝的次數也是數量會比較多 所以呢還算 拆裝還算方便啊 那像這一把DSR就是全新的 拆跟裝還不到超過10次 那他這邊是用銀色的按鈕 去往裡面按 然後就可以抽出來你這邊稍微 扶著一下 輕輕的 就可以拉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呢也有做一些改良 歐環的數量也有做調整 左手邊 是DM14的銀色的 那 從外面的數 歐環的數量跟你的右手邊 藍色的或者是太金 太灰色的 這個拉桿 歐環的數量就可以明顯的去看得出來 它的數量是有比較少的 那今天呢 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就不要拆到裡面去了 那除了 那個 歐環的數量變得比較少之外 那當然 問題就會比較少 維修保養也會比較方便 那更重要的是 他的 前面的這個 進氣的這個部分 也有做一些 氣體流動學的一些改變 跟設計 以前就是一個洞 這邊 有做一些調整 那 在壓力的部分呢 也會比較低 他的 槍枝的整體的工作壓比較低 那 那個 重量 也會 比較低 因為這個 光握起來 重量就有差了 他裡面的部分 也是做追度的 所以整個 氣體的流動 也會比較理想 那等一下我們在實彈射擊的時候呢 也會去 讓各位去 聽到 他的槍枝的 音爆音 會比較低 那 那個 還有槍枝的後座力 也會比較低 都會來的 明顯跟理想 槍管的部分 原廠的都是配688的 688 DYE都是沒有在這邊刻的 那如果是688其他的 口徑的話 這邊都一定會標示出來 他的口徑是多少 那我們在裝DYE的槍管的時候呢 在牙的部分 槍管跟槍管 前接管跟壓縮管 這個牙的部分 我們可以上一點DYE的油 槍本身裡面就會有附 類似像DYE這樣子的油 然後打開來 我們 塗一點油上去 然後再裝上去 這樣子呢 會保護你的牙 不會 容易受到傷害 會有潤滑的效果 好 那如果你 台灣呢 其實 688的尺寸 就綽綽有餘了 除非你常常出國比賽 每一個國家所使用的 漆彈的口徑可能會不太一樣 那你可能會需要購買其他的一個 口徑的槍管 那DYE的口徑 對不起 DYE的槍管 它的牙龜是 所謂的 AUTO COOKER牙 那去買AUTO COOKER AUTO COOKER的牙龜也是 全世界最普遍使用的 AUTO COOKER的牙龜 好 我們現在 去做 重量的一個比較 我們比較不專業啦 所以呢我只能把我 家裡的這個體重機拿出來 那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 等到哪一天呢 這個 影片呢我越做越多的時候呢 我一定會去買一個比較專業的 用那個功課計算的體重機 這樣感覺會更屌 好 這個體重計呢 它的功課 只能 算到200公克左右 200公克左右 那所以呢 等一下呢 我們會 稍微給你做一個顯示 因為DM14應該是不到 1.2公斤啦 那也就是說 差不多 是 因為我如果手輕輕一壓就 就顯示1.2 所以它應該是介於 1100公克 到 1200公克之間 好 再來 這個是DM14 所以差不多是1100左右 再來是我們的DSR 對不起 歸零 放上去 0.8 0.8 0.8 輕輕壓 輕輕壓 都還 都還是沒有 那個跳出來 所以輕輕壓大概是1公斤左右 所以它大概是介於 0.8 公斤 也就是800公克到900公克之間 所以呢 重量其實是很明顯的 它 應該是會 比我們的 DM14 再輕個 300公克左右 拿在手上 其實還蠻明顯的 我們等一下呢 就做實彈射擊 去 告訴大家 那個兩把槍 它的 差異性在哪裡 後座力 還有它的引爆音 OK 好 我們現在做槍枝的實彈射擊的測試 那我們今天用的氣瓶呢 都是忍者的氣瓶 彈斗呢 DSR是搭配 我們的Dye的R2 那DM14呢 就是搭配我們Virtual的這個 反傳的彈斗 那我們先用空發 去做比較 空發的比較測試 那DM14 先打打看 那 DSR DM14 DSR 聲音 光空腔 就非常的明顯 那當然啊 射速的高跟低也會影響到那個 槍枝的爆音 所以呢 我們先確認一下 DM14 它的射速是多少 我們直接裝 盒子管的子彈進去 對不起 沒有開 我們先把 空發的按掉 OK 282 281 290 282 279 OK 所以差不多呢 是在280 的出頭 這個是DM14 那我們現在來用 DSR的部分 電源 電源先關掉 電源先關掉 應該說電源開啟了 好 DSR 318 這個應該有人偷調了 沒有讓我發現 301 1 夭壽 287 278 288 285 292 285 285 所以呢 槍的射速呢 剛剛前面幾發可能是因為 那個子彈 因為放了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可能腫大了 所以剛剛一開始有破表的一個情況 那 後面的話 它的射速還是比我們這個 DM14來的高一些 大概高5到10左右 那我們現在用實戰射擊去 做一些比較 那我們先打DM14 好 我們再打DSR 我們再打DM14 不要管那個彈道喔 因為子彈應該是有沾到東西了喔 所以它子彈在亂飄喔 好 再DS 再DSR 仔細聽那個聲音喔 等一下呢 我們會再側拍一下 看看我握槍的時候呢 那個 槍枝的後座力喔 好 實戰射擊 OK搞定喔 那我們現在先做 側拍的一個 動作喔 先 跟各位 確認一下喔 你看裡面全部都是彈枝 所以剛剛呢 那個不要管那個彈道喔 那個是有人 把子彈 撞破了喔 所以剛剛那個彈道喔 全部都不行 可能有人 裡面的彈斗 應該也 等一下要 清潔一下喔 小孩子不要學 子彈很貴的 啊我自己在賣子彈就算了喔 沒有差 並不代表我子彈賣的比較便宜喔 啊又掉出來一些 OK我們做一個側拍喔 那一樣先從DM14開始喔 側拍確定 槍枝的後座力喔 好我盡量 手 盡量只是靠著然後呢 手我們只是用那個手指頭去扣動槍拔喔 那我的拇指會稍微扶一下我們的彈斗喔 好 再來DSR 一樣氣瓶 抵住肩窩 然後呢 前面的手呢 只有拇指頭稍微把那個槍扶正喔 那右手 只有是扣板機的動作而已喔 那那個DSR只是調Semi-Auto喔 那DM14是調軟平喔 好雖然很久沒有打電槍了喔 代表我 並不代表我的手指頭變弱了喔 好現在我 平常的握槍的方式喔 要不要Ramping都是可以的啦 後座力喔 可能在影片上面不是很明顯 那槍枝的聲音其實是很明顯的喔 但是呢 後座力實際拿到呢 確實我們的DSR 是比較理想的 那DM14 它的後座力是稍微比較大的 好 OK謝謝